來各位觀眾 請導播tag這個鏡頭 這個是一歲半的小嬰兒 你看到他整個癱瘓在醫院當時急救的畫面 你看到這個畫面 這是他的大腿 這個大腿什麼樣的暴力打到會幾乎變成是黑痴 而且遍布整個大腿的範圍 打一下是上到紅腫的範圍 打兩下是這樣子 全部一整支腳 四肢都是這樣的情形 這台男就是一歲六七個月的女兒 你看到遭到鞭打到整個大面積的黑痴 說是為什麼呢 說他可能現在兩種說法 說他打翻了媽媽的化妝品 或者是他打翻了牛奶 你知道一歲半的孩子 更應該要特別去照顧他 因為他最皮了 他的肢體協調還在剛剛進行 來我請教的是趙豪大哥 台灣人真的丟不丟臉 臺灣人是不是應該好好自我反省 發生這樣的不幸的事件 我相信許多人都 雖然我們不認識這些嬰兒或兒童 但是我們心裡面都非常的沉重 我相信發生在這種家庭 或者是比較有親密關係之間的暴力行為 或年代行為 跟一般的犯罪行為 他最大的不同就是說 一般的犯罪行為 被害人他很明顯知道說 他自己是受侵害的 那別人發現這樣的犯罪行為 大概也大家都會義無反顧的去報案 然後去保護被害人 但是發生在這樣子的 我們今天無論是嬰兒或是兒童或少年 或在家庭裡面發生的這樣的 虐待或暴力事件的時候 因為他這個加害人跟被害人之間 常常有一種比較親密的關係 他們可能是家屬 甚至是父母或子女 或同居在一個屋簷子下 所以他有情感交雜在裡面 所以他往往 比如說 第一個他被害人 他可能因為情感的因素 他明明自己受到這樣的虐待 但是他不一定能夠 馬上去舉發這樣的事情 然後發生在別人家裡面的事情 我們通常也認為說 這別人家裡的事情 我們不要去管 別去管 所以這導致說 在我們在這個發生在家庭裡面 的事情 常常他可能會 成為一個犯罪上的黑術 或被忽略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理由 當然有人講說 那我們臺灣現在 到底有沒有法律可以約束 我們其實臺灣 從法律的層面的架構來講 其實我們應該有基本的架構 都是完備的 基本架構 我們除了刑法之外 其實我們有兒童少年的權益 跟福利保障法 那我們也在各級的縣市政府裡面 也設有社工 那我們也很多的這個防暴力的 這樣的專線可以去救護 但是我們現在問題就出在 就是說第一個 我們可能這樣的整體的 整個的有法律 但是他真正的被執行出來的效果 其實可能會有一點有落差了 這個落差會出現在第一個 我覺得當然嬰兒本身 我覺得分好幾個層面來講 嬰兒本身他第一個 他當然沒有辦法講 他自己是被受侵害的 他沒有辦法表達嘛 所以我覺得在診所或醫院的通報系統 一定要更暢通 而且要加要給這個醫院跟診所 也更大的義務 就是說你發現說 這個明顯的不是跌倒的 或者是其他的意外的外傷的時候 他其實在負有這樣通報的義務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 我覺得如果兒童 他有適度能夠表達自己的這樣的情形 這樣的能力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從我們小時候就要加強 無論是在醫護兒園 或者是在學校 要加強小孩子對自身權利 還有自身身體的保護的意識 這種權利 這種尊嚴意識 其實從小就是要去建立 因為只有被害人 被害人是直接最清楚 他自己是被害的 被害人如果願意把他受害的情形 能夠講出來 其實是最快能夠去發現 而且嚇阻這樣的不當行為 但是我們現在出來有些小朋友 他可能長期來不知道說 他自己這樣的尊嚴是被侵害的 他可能認為說 因為把我教的人是施以這樣的行為 可能是我的爸爸或媽媽 或者阿公阿嬤 或者比較親的人 他不知道自己的尊嚴跟身體 是受侵害的 所以他不敢表達出來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 我們在學校裡面 從小就要去建立 小孩子這樣的主體意識 這部分是我們的教育比較少的 我們這一張呢 這是在新北永和秀朗路的 一間脫嬰中心 你看孩子又刺 這個小孩子呢 其實從外觀看得出來 紅鞋才剛剛學會走路 哭鬧又刺 而且打腳底板 這家幼稚園還出現什麼 不乖的孩子把他塞到鞋櫃裡面 新北在新北秀朗路 新北永和秀朗路的一家托兒所 一家位你知道爸爸媽媽要繳多少錢嗎 這有點讓一家位要繳兩萬兩千塊 來我們看一下 再看一下一歲半的孩子 一歲半的孩子 官員表你看到這個畫面時 他已經不在人間了 他這是被送到醫院急救的畫面 包括了心肺復蘇數 包括了打強心劑 都沒有辦法挽回 媽媽據說呢 對他施暴之後呢 還扛著他跟他的友人去唱KTV 這是一個未滿十八歲的媽媽 接下來你來看 這是十二歲 因為肉圓爸爸對十二歲的孩子動出 媽媽說其實兩年進行 兩年進行他在低年級的時候 因為什麼 在寫功課讀書發呆 被爸爸用鐵棍來毆打 屁股呢 你看那個力道之強 我們把他經過了馬賽克處理 那是說低年級 在兩年進行應該幾乎十歲 十歲 這是爸爸用鐵棍毆打 你看這樣的一個痕跡 這樣的一個孩子 這是肉圓 肉圓爸爸呢 媽媽透過了影片PO出來之後 你看到網友呢 網友全面集結包圓肉圓爸爸 空拍的一個畫面 因為他要被偵訊了 所以我們的伸張正義 通通要靠我們的鄉民嗎 來新聞我想請教 也身為一個爸爸 孩子在家裡不安全 連送偷兒所也受到這樣的待遇 不該共同來關心嗎 來 憲龍怎麼看 這個台灣現在在少子化 那小孩已經是非常少了 然後他們在家裡頭沒有辦法得到好的待遇 到了托兒中心會被凌虐 然後我們也看到未成年的母親 你可以看到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說 大家搞不清楚一個民主國家 一個像現在的國家 其實小孩啊 如果你真的是疼這個小孩的時候 這個小孩是你的監護權 可是很多人誤解 以為小孩是你自己的財產 你自己可以管 我愛怎樣就怎樣 好像你養了一個動物一樣 這個在台灣的法律裡頭 其實不是這樣 他的監護權是隨時可以被剝奪了 因為整個世界今天走的概念 是非常清楚 民主國家 現代化國家 小孩是這個國家的未來 這是整個國家要照顧的 你看現在我們有非常多的 鼓勵你生育的這些法律 甚至於給你非常多的補貼 原因是說希望這些小孩 這是國家的未來 那這些事情我們所看到 重要的是包括我想 蘇貞昌院長非常願意 這時候做非常多的 這個施政上面讓人民有感 這件事情你一定要做 也就是說依據法律 你可以剝奪這些暴虐的父母 或是這些人手上的監護權 那當然這個議題就在我們的社工 我們的這個規模照顧系統夠不夠 如果這個是不夠的話 那這一些老實講 目前有的專業人員是夠的 是政府願意不願意花錢 花力量雷利風行去做這件事情 法律是在的怎麼做 這個其實是國外都有非常多 不管是日本或是美國 你看電影就知道了 在電影裡頭這種 我們今天所看到所有的虐童這些案例 馬上你的父母的所有的監護權都沒有了 就拿走了 那原因是因為他有一個強大的照顧系統在 所以這個是有可以參考的 不管是歐洲美國都有可以參考的方法去做 迅速的做 或者這個這樣的新聞 我看那個從統計上看 一天這種虐童案 虐小孩的案都超過三十件 都超過三十件 這個會使得很多人 我覺得當然是從這些案例看起來 以及包括家暴案的母親的聲明 你看起來其實很痛心 就是他一切都想靠自己 他不知道這個國家其實有保護他的法律 他一切都想靠自己 說我一直後悔說我自己沒有自立起來 我沒站起來 我沒腳 狠心的把這個會施暴的爸爸把他趕出去 或是說我們自己就帶著小孩去獨立 這個不是今天臺灣的情境 其實他就是應該要報案 報案才能夠使這樣的案例 能夠受到真實的照顧 這也是政府的責任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不管是小英政府或是蘇貞昌 他現在行政院長 他們必須在法律上非常清楚的告訴大家說 遇到這個事情的SOP是什麼 或者真的只有回到報名同志 我們剛剛講鄉民 我們是不贊成 可是今天很多的鄉民跑去做這些事情 他也是忍無可忍 他是不然怎麼辦 如果你今天政府有人去做個適當 你知道今天臺灣你贏這事件多少鄉民 是啊 網路上 到我們錄影前已經五千多人在集結 一百多人已經衝到派出所去 五千多人在集結 你工錢力不髒 包括現在殯儀館據說還被包圍 人民只好用自己的手段 他換什麼罪 他去包圍他換什麼罪 你不是打人說情緒失控嗎 那這些人也情緒失控 我們當然真的不能動用私刑啊 我們當然不能動用私刑啊 可是你公權力你有沒有辦法 讓這些不動用私刑的 假如說我們讓專業公權力給我們來處理 你沒有辦法嘛 就是在積極面方面的公權力 到底積極面可以做什麼 丟臉 那其實是丟臉可以形容 今天這個新聞發生的時候 臺南主任檢察官出來 接受媒體訪問 都哽咽 他說我窮 窮盡我畢生之力 一定要追究到底 他去看嚴死的時候 那個社會不會看的啦 那一個案子 他說那老闆 抓他對拼 說到這樣啦 結果既然他有一種傳說 說這是阿姨卡到陰 卡陰 然後呢說 我覺得好像一個媽媽 聽到我現在不可思議 因為你知道他一歲半而已 說他卡到陰呢 說不能讓他睡覺 卡到陰一定要一直把他打 然後打到呢 他這個什麼模型 讓他跑出來 哇 今天的人民的憤怒 已經到最高點了 這什麼大人啊 今天的王已經證明說 人民的憤怒 已經到最高點了 因為這一禮拜一直發生 一直發生的時候 台灣不是個文明國家嗎 小金你剛才講丟臉啊 這種事一直不斷發生的時候 台灣還叫做一個人權的 自民主的一個最好的一個國家嗎 讓人家不能相信 一年十三萬驚 從這條一年十三萬驚 家暴案件 警察署公布數字給大家看 那一年十三萬驚 那一年十三萬驚 他拿這個藝人 打得剛才好 不可以 你不會翻手的嘛 所以哭到這種地步 這怎麼不生氣嗎 大家都說要假步一下 關懷我們的左鄰右舍之外 台灣人你的自我反省是什麼 我有時候看到這孩子 讓我自己覺得是非常有感 你知道我懷孕是非常辛苦的 我懷孕我懷了雙胞胎 所以我為了讓孩子不要過小 所以我拼命注重我的營養 所以我從48公斤 胖到了75公斤 那也許這個是 從專業角度來看 不是一個健康 可是說明我為什麼強調 媽媽的一個心情 我很擔心生出來 他低於一千五百公克 要住到這個所謂的保溫箱 就保溫箱裡面 那孩子他的沒有發育 完整狀況之下 提早生產早產而來 面臨到很多成長的問題 所以我們呵護一個孩子 你知道我曾經發生過 就是說我幫他剪指甲 很小很小才幾個月幫他剪指甲 結果因為把很灰 把他剪到肉了 你知道我當時我眼淚都掉下來了 所以我真的想說 這個就是一個媽媽的心情 我們從小看他等到會爬 會走路的學會 你跟照顧差一樣 因為當他會爬 會走的時候特別的調皮 容易跌倒去撞到 翻什麼櫃子 可能不小心又把什麼東西 塞到嘴巴又噎到了 就他的生命是必須要加人 更多的時間去呵護他的 可是怎麼會 一歲大的孩子 你怎麼下得了手呢 而且看起來他是三長到打 三八六十五天打 這樣看得到白色的路 你想看那個傷情是怎麼樣 所以我請教賀德芬老師 是不是我們的執法面不夠積極 是我們的公權力不張 我們的司法不張 所以執行力不夠力 所以導致我們的暗夜哭聲的孩子 不斷的哭 家裡也哭 托兒所也哭